这次适应参选基隆市市长 民进党基隆市长候选蔡世英提出四大政策主轴 包括延续市港再生标杆 全力推动基隆捷运 基隆历史场域再现及海洋城市基隆骄傲 针对市民关切的基隆捷运进度 蔡世英表示综合规划年底将送行政院审查 目前我们跟交通部铁道局 其实有就捷运的部分做过十几下多次的一个开会 那现在捷运的部分就中央的部分来看 我们的预算会持续的编列 第二个就是说他现在准备要送还评审查 那我们现在也在就综合规划的尾端的收尾的部分 在做后续的内容的整理 如果完成的话在年底会送给行政院做综合规划的核定 那我们就让他一步一脚运的做下去 因为未来核定完之后就换细部计划 细部计划再来就是工程 对于蔡世英的四大政策主张 出席的产学界名人都以行动力挺 身兼国际景观建筑师协会亚太区主席的 文化大学景观系所长郭琼瑩表示 2024国际建筑师会议 会议地点希望能选择在基隆 内湖科技园区发展协会副理事长张博瑶 则以日前参观2022基隆城市博览会的经验 希望蔡世英能有机会继续接棒基隆 延续城市蜕变成果 过去台湾对基隆又老又丑的这种印象 已经完全根除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最美丽 最富有人伦风景的这个一个城市 我相信无论是我身为台北人 或者在地的基隆人 一定非常殷切希望 未来可以持续延续这个城市的美丽 制作知名台剧的导演王怡新认为 基隆丰富的历史文化 很有资格成为影视产业的大片场 他更宣布未来第三季开拍 基隆将成为主要场景 公主邮轮集团行销总监陈兴德 除了肯定蔡世英海洋城市政策外 也透露等边境开放后 明年集团将会有一艘10万顿级 可以承载3000人的邮轮挂靠基隆港 预计最快明年4月成行 全世界嘉年华集团公主邮轮这个品牌里面 全世界第三大的 这个以这个领克数来讲 是第三大的一个市场 那可见就是台湾人 对这个邮轮的这个旅游的一个喜爱 因为第一大是美国 第二大是澳洲 这都是一个邮轮的一个大国 我们竟然是全世界第三大的一个邮轮大国 那这个真的是我们非常感谢 台湾民众对这个邮轮的一个支持 然后他们也很特别喜爱 在基隆港这边登陆 那所以我们一直在争取 所以我这边也珍重跟各位 包括我们也已经锁定了一艘公主 在整个嘉年华集团明年会有一艘 会做一个过纪录的最长的母港的 才基隆的一个操作的一个邮轮 它是十万吨值的 这个邮轮能够带三千人的这样的一个领克 那已经锁定了 我们现在就是在等我们的边境开发 我们就会开始做积极的操费 赛斯英回应表示 目前基隆港东西两岸旅客服务中心 都已建置完成 就等邮轮靠港 它会持续推动整个邮轮产业供应链 让基隆成为亚洲最重要的邮轮母港 与国际级的海洋城市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导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导 感谢观看